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 习近平关于依规治党论述摘一书 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在全国发行 治国必先治党 治党务必从严 从严必依法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 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依规治党 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 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 严格执行党章 仅仅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推进力度之大 取得成效之显著 前所未有 党的建设科学化 制度化 规范化水平 明显提高 习近平同志 围绕依规治党 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利益高远 内涵丰富 思想深刻 对于我们增强 依规治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更好发挥党内法规 在维护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 保障党长期执政 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 重大作用 在推进新时代 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重大作用 确保党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十个专题 共计四百端论述 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年11月15号 至2022年6月17号期间的 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 180多篇重要文献 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